- 您的教學會有什麼問題? - 您的教學會有什麼問題? - 您的教學會有什麼問題? 既然講到教學 難免一定要牽涉到這兩年的COVID-19 新冠肺炎 因為很多活動都不能實體 都要變成線上 包括上課也是一樣 我知道您這邊也開發了不少 線上教材跟課程 把您的這些課轉到線上的話 我常聽很多老師 一般的學校裡面都說 線上教學效果不好啊等等等等 您這邊有沒有這個問題? 您怎麼去維持線上教學的時候 還是有一樣的品質呢? 一開始我講法也是一樣 尤其城市語言這種東西 你要在線上教 有點距離這個東西 但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我們學校進不去 那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試試看 比我想像的 就是說 接受的成能 就是小朋友接受的那個能力 還有在線上學習的能力 我真的嚇一跳 不錯 因為事實上 後來我們發現為什麼他不錯 因為事實上這個東西不是在教東西 是在玩 他在玩然後他在做 所以我們只要掌握是說 我題目出得好 出得漂亮 然後學生講好了 以後 剩下就線上線下 沒什麼 他就在操作 所以他需要學習 如果說我們一個鐘頭來講 他可能學習只有15分鐘 另外15分鐘他是在練習 在玩 在玩嘛 因為練習就是玩 所以反而覺得 這個疫情 用這種線上課 可能 我會縮短我們的成本 就是減少我們的成本 反而更好 反而更好 就是我力量可以更大嘛 所以我們最近在計劃的 明年度開始 我們每天 每天都會開課 線上課 線上課 然後讓而且每天開課 禮拜一開這個 禮拜二開一個 讓你自己有時間 就說我們會斷斷續續 連續這樣每天都會開課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弄到 一班至少兩百到三百個人 這種課 但我們要投資一些設備 所以我們最近也希望說找到 有直播空間的人 有這設備 也可以免費讓我們用 也是一個大家合作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我們已經規劃了大概 明年要開 應該至少有30班吧 還有這麼多班嗎 對每天有班 一班大概24個小時 就是大概六週還是這樣 所以這個然後 同樣的課會 禮拜一也開一個 禮拜二開一個 禮拜三開一個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 讓更多人 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全台灣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我們最近在開的課 線上課一上去就秒殺 所以我們必須要開 這麼熱門 對對對